在这一边还有我们计算area of 涂黑的部分 这个是6 这个也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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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12 ok 有一些人可能会用长方形来剪掉那一个三角形 事实上你直接涂黑的部分就是一个trapezium 在area of trapezium的时候呢 我们是1 2 上加下层高 ok 所以我有6加12再乘以6 然后18乘以3 3824 然后我就有54cm2 ok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一个area of shared region 等于12乘6 减掉1 2 乘6乘6 然后12乘6 72 然后减掉这个368 然后我这一边就有4 然后我就有54cm2 ok 这个档案是54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你找area of parallel region 所以我的area是12乘以8 然后2816 818 96 所以档案是C 96 在这一边area of trapezium 2分之1 然后9加11再乘以4 9加1120除20 然后才是40 所以档案是D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找 什么他的area是120 so他的area是120 然后我的base没有 他要你找的那个是ps的长度 ps的长度 其实就是他的base 所以我的base乘以8 会是等于120 所以base是120除8 188然后15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叫你找area of shared region 这个是area of shared region 会是等于area of trapezium ok 梯形 减掉area of长方形 所以area of trapezium 是12分比上加下层高 这一边整个是12 所以他是14加10 再乘以12 减掉这一个是 10乘以8 ok 这一个14加10 14加10 就24 24 除2的话是12乘12 12乘12 它就144-80 然后我拿到的是 64 所以把圣字听 次就是 是 对吧 是 是